我跟小雀分手了 还不知道我得了这个病 我不想连累他 也不想外公和小野迟到 外公年纪大了 心脏也不好 我怕他受不了 小野刚上大学 我想先让他高高清清上学 我想 什么事 我这个病 你们都清楚结果 这也不是什么马上就不行的事 我现在生活还能自理 你们也别太担心我了 忙完了就回去上班吧 如果小雀知道了 我带她怎么办 选择继续跟我在一起 然后就要过上 照顾一个残疾人的生活 选择不跟我在一起 心里就要背负起 我儿童的愧疚 无论她怎么选 对她来说都无论 我也想过 如果我找记者 去找这个分手 看起来顺利成长一点 可对她来说都是上班 还不如就简单一点 就像现在这样 我在大花骨的路上 看到了什么 灵魂拖 这就是分手的原因是吗 不是挺会骗人的 你继续骗呀 你分手 我说你起来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我我说 我自死你就不许了 行 那我就自死了 完全自死了 行 我先回家 你还先回家 行回家 他老公 是